小朋友泡温泉好开心 这也是高雄茂林情人古温泉第一阶段营运了 我们也是每天来 我们高达比较好 吃的比较好 赤兹9000万耗时7年打造 1月开幕就是要抢供过年观光商机 另外过年想出门也能选择看灯饰 璀璨灯海倒映在水面上台南月经港开幕了 以城里的月光为主题 作品分为四大展区 75件作品相当有看头 每年都吸引数十万游客造访 去年观光人次更突破110万人 市府期盼今年游客量还可以创新高 另外高雄灯会也很有看头 梦幻芦苇在夜色之中闪耀光芒 美丽又浪漫 今年展区首度移师到左营莲池潭 首波作品开始测试 高雄灯会今年迈入第二十二年 第一次在林斯坦举办 这个不仅仅是给我们在地的商家 或是在地的军营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笔包 过年出门走春 不管是泡汤还是赏灯 都是不错的选择 市府也期盼吸引人潮 带来前朝活络商圈经济